一个小司机 Hello各位老司机 我是伊丽 那如果提到大众 你会想到什么样词汇来形容它呢 其实在我脑海里啊 大众这个品牌给我的一个印象 大概就是用天心的态度 给大众提供最小众的服务 为什么我要说它是小众的 和其他车体区别开来呢 是因为我身旁的这一台IDT Vision 它带给我截然不同的体验 那么它的价格是已经公布了啊 237777的一个价格 区别于ID4Cross ID6Cross 那么IDT Vision 它究竟会带给我们什么样不同的体验 和以往的产品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就跟着我一起看下去吧 在外观方面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它的车头部分 其实整体前弦较短 在我今天试驾的时候啊 是感觉到了 因为较短的前弦给我带来驾驶式 一个非常不错的视觉效果 那么另外我们在造型上面来看一下 其实它整体的这个造型啊 有一个名称叫做自由之行 它其实就是将它整体的车身 大量去采用圆润的线条 让它有一个非常不错流畅的 视觉效果之外呢 还能够提供较低的风阻 那我们来看到的是它在造型上面的一个贯穿式的车头灯 整体的车头呢 偏向于简洁 新能源车的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 那它的贯穿式车头灯中间镶嵌的是它的VW的一个大众车标 那其实它整体的车头去营造的 包括它的侧群 以及我们整体的流线 都是在向下去做一个V型的内收 和它的车标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呼应 这样的设计呢 让整体啊 有一种向下压的趋势 也去营造了整个车头带给我们的力量感 让我感觉到大众很小众的一点啊 首先是来源于它的这个侧面 那它的A柱呢设计的是偏靠前一点的 配合它4956的车身长度 整体给我们营造出一个轿跑低趴运动的姿态 我能够想到的词汇啊 是这一些 那它特别之处又在哪呢 那它的这个高度 其实大家肉眼可见的 是能够看到 它比一般的轿跑车型会更高一些 比一般的轿车也更高一些 这个高度让我今天在驾驶的时候 甚至是有一点那种运动SUV的这种感觉的 今天设计师也跟我们分享了 这样的一个高度 其实意在平衡它车内的一个全景天窗 以及头部空间 将舒适度和美学两者融合的 我觉得既是小众的 又是得体的 而且呢更是讨巧的 至少对我来说 这一点是我觉得它做的很贴心的一点 那另外它采用的是一个半封闭式的轮毂 以及封闭式的门把手 让它的封组啊低至0.23 这个仙背的造型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究竟是不是真仙背 朋友们 这个仙背可谓是真仙背啊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它不是那种分段式的仙背设计 是真的开口做的特别大 而且地台做的又比较低 所以说我们在搬取一些物品行李的时候 是很轻松能够进入的 那它的这个空间呢是521升 相比同级400多升的空间 这个空间可谓是又方正又大 那另外它第二排也是支持放倒的 能够扩张一个更大更宽敞的空间 那我今天在外观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相同的观点啊 那就是这个大众 它真的还是特别小众的 它的小众其实来源于它太懂大众了 那在内饰方面呢 我今天将从质感 使用性和配置三个方面 一一向大家展开 首先坐在它的驾驶舱内 能够感觉到它整体采用的是一个环抱式的驾驶座舱 那大量去采用平直和垂直的线条 去实现一种中轴美学啊 另外呢让我们的视觉上面 呈现出一种非常有科技氛围的质感 那在质感层面呢 它大量采用的这种皮质 斑毛皮 钢琴烤漆面 金属质感的这一些材质的拼接 以及精密的缝线 去呈现出车内的一种非常有豪华质感的感觉 和它整体的科技氛围 可以相结合去营造出一种非常不错的乘坐体验 那么接下来来跟大家讲到的呢 是它的实用性方面的体现 那首先来看到它的中控区域 那中控区域呢 采用的是一个上下两层超公式的储物空间 那首先上面这一层啊 是采用的是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面板 然后两个Type-C的接口 可以实现多手机充电的功能 两个杯架 那另外它的整体的这个掏空的设计呢 是可以有实现一个卷门帘的 那这个卷门帘呢是前后两个卷门帘 这样两个卷门帘完全的保证 它整个中控可以完全被覆盖 那这样被覆盖呢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让它能够实现不机灰 那么第二点呢 也让我们在视觉上面看上去会更整洁 更美观一些 那下方这个掏空目测是能够放一些文件 还有一些小型的电脑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它的这个扶手箱区域 那扶手箱的这个储物有多么可怕 我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市价活动的物资包 大家可以看这个物资包它是有多高 它的这个深度 那么把这个物资包放进去之后 它还能够盖盖 那大家就知道它在纵深方面的表现是多么的优异了吧 所以在储物空间方面实用性上面它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体现的 那我觉得它在实用性和质感两个层面结合的体现呢 是在这个门板的地方 那这个门板呢 它有一个储物空间嘛 那这个储物空间它其实宽度做的是很到位的 所以我们去放很多瓶饮料 包括我们大口径的饮料 它都是能够放得下的 那另外在内部呢 它做的是一个软性材质的包袱 一个是让我们放置的东西不容易被挂花 更高级 另外呢 也让我们看上去会更加的有一些细节上的质感体现 那另外在它的这个扶手 拉手的这个地方的内侧采用的是皮质纹理的这样的一个材质的处理 就是它细节之处 哪怕是肉眼比较难看见的内侧 它都采用的是这种很有质感的设计 确实也让我觉得蛮惊喜的 而且我觉得它的细节的把控上面是很到位的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配置方面了 那配置我觉得坐进这个车大家的目光锁定的一个地方啊 都是这一块15寸的悬浮式中控屏上面 那这一块中控屏呢 它搭载的是IDOS2.0的系统 那等一下我们在功能上面也会跟大家一一去展开 另外在语音方面采用的是科大讯飞的语音解决方案 那它能够实现更多的包括这个语音口令的连续下达 还有语音分区这些功能的实现 其实之前在ID4X ID6X大家反馈的 就是说它在这个车机方面的功能的一些不足呢 在ID7Vision上面它是已经能够充足的解决到的 等一下我们来跟大家详细展开 继续说回配置啊 采用的是一个怀挡的设计 那区别于奔驰的怀挡 这个怀挡它的尺寸做的够大 所以它握起来会更有质感更存在感一些 那另外呢它采用的是一个旋转式的这样的一个档位逻辑 那这样的一个逻辑可能对于我来说需要适应的时间吧 那接下来看到的是它的一个ARHD的抬头显示 这一块抬头显示它真的是做的够大 而且够清晰 它的多颜色多色彩的拼接 也能够让我们进行一个更加清晰的信息的辨识 那接下来来跟大家讲到的是这个语音功能 首先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啊 它这个语音功能 我们是可以把自家宝宝的这个语音 录到它的语音系统当中实现一个语音克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实现 就是你以后在这个车机交互这一块的声音 都可以实现是宝宝的声音来跟我们传达了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有宝宝的家庭来说 坐在这一台车里面听着宝宝的声音 是很有乐趣的一点 让宝宝的行车过程也没有那么枯燥无畏 另外它在配置方面呢 哈曼卡德的影响 其实我今天在整个试驾过程当中 感受到的音质方面的表现也非常不错 配合这个静谧性啊 这种简直是可以用清觉盛宴四个字来形容了 好那接下来看到的是它这一块中控屏 那中控屏呢这一块屏幕其实大众在硬件方面的表现 还算是非常不错的 它采用的是屏幕和边框一体化的一个处理 另外在材质上面呢 采用的是一个防蓝光防指纹的一个处理 其实我手啊还算挺汗的 那今天一顿操作下来呢也没有留下手指印 所以在我们的观感上面也是丝毫不影响的 那我们来看到它的这个IDOS 2.0的系统啊 最主要的是一个ID Mate的智能管家 那其实它整体的这个UI设计 我觉得是更加简洁化的 那主页上面呢是一个它自带的地图 还有一些悬窗 所有的功能按键几乎都是集合在这一块大屏当中的 那我们自带的地图呢是能够实现这个充电地图的展现的 那这个自带地图我们可以看见附近的充电桩 包括我们的这个快充慢充 它的这个接头可以使用的这个接头有哪一些啊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它这个功能的实现还是非常的贴心 那接下来来看到的是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菜单 那包括爱奇艺啊等等的一些APP 它目前都是可支持的 来看到它这个ID Mate智能管家 这个智能管家我们可以通过一起大众的这个APP 来进行一个捏脸的功能实现 这一点还算是非常有趣有意思的 你也可以上传你宝宝的照片 然后来定制一个专属于你的小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小管家的这样一个形象 包括它的这个语音包也是可以自己来进行录制和DIY的 在这个声音客笼里面就可以来进行实现了 接下来看到的是它的四种驾驶模式 然后我们的一个在我们主界面也可以呈现出它的一个车身的一个状态 还有它的Apple CarPlay呢确实是够大够清晰 我今天在操作的时候也很明显的感觉到了它的这个操作的便捷性 那其实它的整体的这个操作界面呢是更加简洁 而且是更加全面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风量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风向可以通过这个菜单去进行调节的 这个隐藏式的空调出风口呢 其实也是能够防止一个空调的直吹冷风直吹的这样一个现象出现 那我们通过手托就可以实现一个风向的无死角的调节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贴心的 那其实进到车内像我们今天珠海温度这么高的情况下 点开这个快速冷却之后呢就可以将我们的车厢温度立刻的降下来 你好大众 在呢 打开ARHD抬头显示 HUD已经打开了哦 今天珠海天气温度如何 珠海市今天19摄氏度到25摄氏度 现在24摄氏度 天气较为舒适 适宜穿年娜T恤衫 保牛仔衫裤 休闲服等春秋过渡中 好的我退下了 那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这种语音交互的准确的识别度 以及它的一个语音连续口令下达的实现 还有就是它的整体的这种回馈的速度 各方面我觉得权衡的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再去看看它的后排表现如何 那后排呢 我就从空间和配置两个方面来跟大家展开了 首先在空间方面呢 我的身高是1米73 腿部离前排的距离大概是有三圈的距离 那头顶呢 离车顶大概是有一个一到两圈的距离 因为它的这个天幕 所以我的这个头顶和车顶的距离还能够进一步的扩张 它的这个座椅呢 是有一点微微向后倾的 那加上它向后倾的这个幅度 我的头部空间能够得到一个进一步的扩展 那它的中间地台呢 也是非常平整的 中间位置也比较宽大 所以说坐在中间位置的长途乘坐感受应该不会太差 那另外其实今天我在这个出差的间隙呢 是在这个后排进行了一个午休的 那其实它这个后排 首先是这个座椅的这个整体的填充物的柔软度 做的非常不错 那另外它的整体坐垫其实是偏长一点的 这个长长的坐垫能够跟我们的腿部有一个更好的贴合度 加上它向上倾斜的这个幅度嘛 所以说坐上来是很舒适的 我今天午休的时候啊 整个人横躺在这里 其实还蛮舒服的 因为它这个坐垫确实够宽大 那在配置方面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它的这个后排独立的空调 分区调节两个Type-C的接口 拉开我们的这个扶手这个地方啊 是有两个杯架 那我觉得着重点是在于这个skyview天幕 这一块天幕呢 它的出色的一点是在于它的隔热率超过83% 隔绝子外线也超过99% 今天珠海太阳真的非常大 虽然是在这个冬天啊 确实这个珠海冬天的温度还是挺宜居的 话说远了啊 这说回来我就说它这个 今天我整体不管是乘坐还是驾驶 我坐在里面是感觉不到这种太阳光很刺眼 以及我的这个皮肤有一些灼热的感觉的 所以它在紫外线隔绝方面是做的非常不错 它采用的是一个七层的液晶天幕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体的响应速度也很快 这是我们打开和观上毫秒级的这样一个响应速度 让它看上去科技风围是拉满了 那我们坐在这个后排看向天幕 看着这个漂亮的风景看着美丽的云彩的时候 也一点不会觉得刺眼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试驾环节 其实整体的驾驶质感呢 还是延续了大众的德系驾驶机 看起来很厚重不乏味 而且呢是整体给我回馈到了一个是很有质感的力感 这一切的质感其实也来源于它的这个组连感后悬挂系统 让它保证到了一个很有质感的驾驶体验 那这种质感啊还有一点是来源于它相比ID4呢 整体的重心下调了30多毫米 那这样一个低重心的姿态呢 也让我们的舒适性上面更加的舒适 整体的舒适性能够提高35%以上 那么它的整体驾驶的舒适性还有一点是 来源于它这个两档的动能回车的调节 能够起到一个防晕车的作用 那很多朋友坐电车像一些网约车啊 可能会出现晕车的情况 这台车就很自信的跟大家保证 因为我爱晕车嘛 那今天完全没有出现到这种情况 所以它坐上来是有那种族车的质感的 它有力的回馈 所以说我坐上来包括开起来都是很舒适的 那刚刚说到这个车开起来是厚重的 当然大家不要理解错我的意思啊 我不是说它重 我是说它厚重 它的方向盘能够给我回馈一个恰到好处的力感 这种力感呢 并不是说这个方向盘死沉死沉的 作为女生我搬不动 它是有一个很有质感的力的回馈 也让我驾驶起来能够更有驾驶自信 更安全一些 那除了这个力感之外 我还感受到的是对于女生来说啊 这辆车其实还算是挺大的吧 包括它的高度啊长度 它都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BD车 那我今天在开的时候 配合它5.5米的这个转弯半径 跟这高尔夫都是同样的一个转弯半径 所以开起来啊 就像我是一个女生也是驾轻就熟的 说到女生开车 我就不得不提到它这个Travel Assist 3.0的驾驶辅助系统 那相比2.0呢 它是做了一些升级的 在我们的方向盘的左侧一键激发 那激发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实现到它的一些驾驶辅助功能 前方的MFK的高清摄像头就会自动识别你所带的位置 包括交通标志线 然后呢 对我们的一个安全驾驶位置进行一个很精确的把控 和这个前方的车啊 保持一定的车距 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体的安全上面 它是能够保障的 那说回女生开车 其实我觉得女生开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自动泊车功能 当然了 这个级别的大众IDT呢 它确实也是有提供自动泊车功能的 那我觉得它跟深层次的一些东西 是超越了它这个自动泊车功能的 比如说它的这个五条储存路线 这个储存路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比如说 你在回家或者是上班 你要下地库去停车 那这个路线 它是可以自动帮你去进行储存记忆的 那每一次到地下车库之后 它就能够实现自动帮你停好车 它能够实现50米的自动驾驶 包括自动泊车 那这样的一个功能 几乎就是解放双手 你就把车交给它 它帮你去停就行了 这个感觉啊 就有点像那个智能管家 这么一个意思 那这个自动泊车功能 确实也是还是蛮受用 在配合它的这个驾驶辅助功能啊 那除了这些辅助功能之外 很多人很多家庭购买这种新能源车 电车 我觉得考虑的很重要的一点 还有就是安全性上面的考虑 那首先在硬件方面 它的整个车身车外啊 采用了一些材质 它的高强度钢 超高强度钢 以及铝材料啊 是超过了89%的 所以在车外的一些材质上面 能够给我们的安全 做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 那在车内呢 它大量去采用环保材质 达到了母婴级别的环保材质呢 也让我们在车内行驶的时候 更加的安全一些 那除了这些硬件上面 对我们安全的保障之外 在智能化方面 它确实也有一些 给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的实力了 那比如说它的这个 六个安全气囊 让我觉得耳目一新的一点啊 是它的这个 emergency assist 也就是说 SOS驾驶员失能情况 那比如说 驾驶员长时间的手离开方向盘 这个车它感受到了 它就会去进行足迹的提醒 比如说 一开始的这个安全带收紧 车身的送车 然后还有就是 它的这个灯光的提醒等等 足迹的提醒 如果你依然是没有 把手回归到方向盘上的话 它就会去进行一个 自动的ECO的报警功能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功能也让我感觉到了 它在智能方面的安全性的保障 是让我觉得很安心的 所以这台车它不仅是好开 而且它很安全 这个安全不仅体现在它的硬件实力 还有就是它在智能上面也能够做到为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 从来说我觉得这台车它确实是做到了大众能够带给我们的安心 也做到了大众优秀的驾驶机 在驾驶方面呢 我就帮大家体验到它这个精气舒适运动个性化的四个驾驶模块了 那我就直接来体验它的运动模式 在运动模式之下 我们踩下电门之后 它的这个电门虽然说它没有在追求一个急速的体现 但是你能感觉到一个很良好的力的回馈 配合它的一个驾驶辅助功能 我觉得既是有一个很舒适的驾驶体验 又能够为我们平时行车的安全保驾护航 在视频的结尾处我首先点一下题啊 今天我开篇提出来的观点 我说大众啊 它一直以来都在很贴心的为大众 为老百姓提供着小众的服务 那相比于其他车企在科技层面的钻研 那么大众它其实更多的是在为我们每一位 可能和这一台车发生关联的用户去满足每一位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整体的一个空间上面 包括它的一个头部空间 还有后备箱空间 以及我们车内你还可以为宝宝来定制一个专属的语音包 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点啊都是很戳人的 让我感觉到它确实是在为每一位和它可能发生关联的用户考虑的很周到的 所以我认为大众它是小众的 那同时这也是它能够成为大众的原因 其实这是一台德系味满满的车型 但是我却从它身上感觉到了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股人情味 要我说啊这是一台小众的人情车 那么屏幕前呢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台大众IDT Vision呢 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是伊莉 咱们下条视频再见吧